这是一段柬埔寨首相洪森在体育场上的演讲 洪森口中的曾经 指的可能是今年五月份的一次讲话 其实早在去年十月洪森也说过 不到一年时间三次类似的表态 为什么柬埔寨多次强调 只能依靠中国 答案就藏在开头的视频里 这次洪森发言的体育场不无一般 王毅外长在与洪森会面时是这么说的 它会将成为又一个中简传统友谊 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地料 这个体育场是柬埔寨的国家体育场 设计方案都是由柬埔寨首相洪森亲自选定 建成后将直接投入2023年东南亚运动会的使用 据设计师说 环河的设计引入的是古代 吴歌窟护城河的规划思想 吴歌窟是柬埔寨和高棉民族的重要象征 柬埔寨的国旗上都有体现 体育馆两边翘起的人形建筑 还将柬埔寨的传统和实力融入其中 特色是当地的 工艺技术是中国的 这就像有个朋友帮你的忙 还考虑到你的喜悟特点 这样的朋友谁不愿意交呢 但中简光明正大交朋友 有些人似乎不开心了 这次访问中美国在柬埔寨资建的设施也是交流的重点 不过态度却截然不同 2020年柬埔寨先后拆除了云南海军基地内的两处美国资助的建筑 美国用卫星发现了这一现象 随即要求柬埔寨做出解释 还对此表示失望 但拆除设施建造设施 本身就是柬埔寨内政问题 柬埔寨也早就对此做过回应 检方没有义务将本国计划告知美国 先用卫星探测别人家事 还反过来怪别人不告诉自己 这是什么套路 舍曼防检时还谈到了一个重要问题 人权 但关注的都是柬埔寨国内的人权 用的还都是urge 这类语气强硬的词语 对于这样的态度 柬埔寨也曾在其外交部的声明中表达过不满 然而美国6月来访时 态度还是没变 那柬埔寨真正需要的东西呢 舍曼防检时也提到了 但这个钱从2020年5月份就开始提 然而直到今年5月份 洪森在公开讲话中却表示 还未收到美国的援助 而早在2月7日 中国的首批疫苗就抵达了柬埔寨 中国也是第一个向柬埔寨 派出医疗专家组的国家 交往是双向的 王毅外长出访时提到的多个第一 也有来自柬埔寨的诚意 疫情后 第一个访华的外国政府首脑 是洪森 武汉收到的第一批 外援物资来自柬埔寨 同样是建设师 同样是帮助 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作为 是你 你怎么选 再次